來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我們希望有一千萬 幫他集氣一下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五顆拉的一個鑽石呢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很不好意思 我得要跟妳說真實話 因為這一顆它不是真鑽石 而且很容易鑑定 用放大鏡就看得出來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顯微鏡吧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顯微鏡 你先生不要難過 這個... 這是很對不起 我得要老師告訴妳 這朋友心意 但是沒關係 這是一個紀念性 紀念價值 來 我來看一下 我們在顯微鏡底下 來看一下這顆鑽石的切割 其實為什麼一講切割 因為從切割的方式 可以知道這一顆 這顆鑽石 這顆受徹底的材料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顆 很清楚這個地方是桌面 對吧 桌面 這邊是風箏面 當然很奇怪了 你有沒有發現風箏面 旁邊這個 星星小面這個地方 又多一個零線 這邊多一道零線 對 很均勻的多一道零線 這種狀況是 真鑽石絕對沒有的 如果說有的話 可能是一個額外科面 在這個地方多一個額外科面 或在這個地方多一個額外科面 或者是在這個地方多一個額外科面 它並不可能會很均勻的 又多了這麼多 規則的零線出來 所以有這樣的切割就可以知道 這正是蘇聯鑽的打磨方式 對 所以這一顆是100%的蘇聯鑽 那麼以蘇聯鑽的價格 大概一顆大概就200塊左右 的一個行情 這是人工的鑽 就蘇聯鑽我們講 合成二氧化炮石 就是一般的 我們學名叫做 Cubic Acornia Synthetic Cubic Acornia 叫做CZ 就是我們一般俗稱叫蘇聯鑽 這是這樣一個切割 所以這樣的切割 我們在買鑽石的時候 很容易辨認 用一個石碑放大鏡 觀察它桌面旁邊 它是不是有多餘的零線 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 來 其實以前那個 我們這個李太太的話 鑽琴也非常的辛苦 聽說您是金門人是不是 是 好 告訴各位 這個我們的李太太 以前還拍過戲對不對 拍過電影 是不是 那以前的話呢 在金門裡面 金門的時候有拍過戲 有 這是誰拍啊 這個人是誰 這是王道 王道 好年輕 我問一下一軒 你記不記得王道 記得 記得 她拍過什麼 忘了 我記得好像是那個什麼 愛得進行事還是什麼 最近啊 就是以前她演蔡燦 是不是蔡燦德的爸爸 爸爸嗎 對不對 她都是演好爸爸 對…她都演好爸爸 然後窮瑤的連續劇裡面 她也都演出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你以前演蔡燦德的時候 怎麼演蔡燦德 這時候…那時候還沒有 臉老師,你在演蔡燦德是嗎 我還沒看過 所以你那時候認識她的時候 就這樣子 還沒有,還不是 是從她那個…大陸回來的時候 我才認識她 大陸回來 因為她本來是從事那個廣告業 後來聽說你有一度 到大陸去發展 是 好,那時候是做什麼 到大陸 到大陸東晚 那時候是做三產 三產店 對,三產店 那經營得怎麼樣 經營得很好 就是經營得快穩定的時候 媽媽在85年病危 對 就從金門經濟後送到台灣 那時候 剛好我們李登輝總統在選 那時候金門是屬於狀況四 那時候台海危機 對,台海危機 那我就連夜趕回來台灣 因為媽媽已經送到 要送到家護病房 醫生發一張病危通知 病危通知 是,我就趕快趕回來 想說 見媽媽的機會很少了 要回來趕快救母親 所以你就放下了那個東莞的 所有的生意這樣子就回來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沒關係,那麼久的事情 但是現在還是會想媽媽是不是 是 OK,好,沒關係 那那時候的話呢 你後來回來台灣以後的話呢 就一直都待在台灣 也就沒有到大陸去發展 你雖然是非常早期 到大陸去發展的 是 那你那時候的經濟條件 非常的不錯對不對 非常好 然後所以有一些朋友 如果說有一些需要幫忙的話 你也會幫助他 會 然後那時候很多人跟您借錢 是...確實有 確實... 那時候朋友都跟我借很多錢 也都跟我借一、兩百萬 這麼多啊 那個時候很多耶 那時候很多 民國80...84年那錢很大 那時候是已經從大陸回來了 是不是 對... 那個借的錢後來都有還嗎 有,有還 有一些有還 有一些有還 用什麼還 他們就是用開票 開票的方式 那我去銀行農 農進去的話有兌現了 有兌現了 那還不錯 是... 有一些還不出來的 有...有的沒有 有的還不出來 那怎麼辦 那就... 那是... 有去那個法院嘛 經過法官 就是... 就是請律師寫狀子 那法官是說 讓他答應 我答應讓對方分期付款 貪還 結果到法院他答應 全部都答應法官了 就還回了 就丟了四顆羅鑽給我 好... 就是我手上拿的這四顆羅鑽 是... 那時候有沒有證書 有沒有他交易評證 沒有 都沒有 是 那他是怎麼拿給你 最起碼拿個盒子 然後裝著這四顆 是 然後他是欠你多少 50萬 50萬 那是民國74年的事 74年 李先生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時候我也沒認識他 你還沒有認識 是... 如果按照這個尺寸來看的話 如果50萬 你肯定是賺到了 因為這個按照這樣 這個尺寸去看 都一顆啦... 左右的總共有四顆 但絕對不只這個價格 這起碼兩三倍 嚴老師 我跟你說啦 當下那個人 是 一毛錢都沒有 要殺要寡隨便你 我就拿了這四顆給你 你要不要你家的事 你不要的話 拉倒50萬就算了 對不對 是 那好吧 那能怎麼樣呢 還跟他要求什麼 什麼鑑定書什麼 我覺得絕對是不可能的 他不要跑掉 如果他很有誠意 拿了四顆東西給你的話 搞不好都還要跟他說謝謝 裡面呢 總共有三顆的圓鑽 一顆的方鑽 那這個圓鑽裡面的話呢 最大一顆的話 有沒有一顆啦 林老師 有 最大的有啦 最大大概是一點 之前的應該差不多 最大這一顆 差不多是1.3顆啦 1.3顆啦 1.3顆啦 那麼這個小的呢 這個小的 就差不多有80分 這差不多有50分 那這個差不多是1顆啦 好棒 依照尺寸來看的話 如果它全部是真的的話 你50萬搞不好真的是 有機會回來 對不對 評估一下4顆的一個鑽石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800元 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這個… 沒關係 1顆200 就這麼說吧 這樣嗎 你再補一刀你很壞耶 你是不是真的太壞了 不好意思 我還是得要實說 第一個我們看它的 是 顏色很潔白 再來它的光線只有白光 並沒有七彩光 紅塵黃麗藍紫的七彩光 然後再來用放在鏡看 它旁邊有一些撞傷的痕跡 跟鑽石那麼樣堅硬 不容易受傷 完全不同 對 然後再仔細看 它的腰圍的結構 跟針鑽椅也是不一樣的 其實這四顆很容易看 你看它的那個底部 就是錐形的那個底部 其實都被碰傷掉了 那你如果拿個放大鏡 你仔細看那個碰傷的一個地方 你就會發現說 它確實是人造的 所以那個其實很容易看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 老公你要哪一顆真的鑽石送你 對啊 那絕對也要了 老婆這麼好 好,來,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李太太她自己買的 這就跟其他人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是完全自己買的 但是這個呢 珍珠的一個戒指 買的時間買了很久了 買多久的時間 這個買了快30年 快30年 這30年前你去哪裡買 在珠寶店 哪裡的珠寶店 珠寶營樓在那個... 松山那邊 松山 松山 松山機場 不... 松山...靠近永吉路 松山區那邊啊 松山區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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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珠寶店 對,珠寶店 以前怎麼買這個 看它很好看 這個造型真的不錯耶 它其實很漂亮 對,這造型真的很好 大家仔細看一下 它裡面的話呢 它旁邊這邊全部都是鑽石 對 然後上面呢 主要的石頭的話 就是這個珍珠 而且它珍珠 好像大小顆有選過 有 好,來,我們請那個林老師 幫我們看一下 那我問一下李太太 李太太你買這個戒指 是 你說30年前 告訴大家30年前 你花了多少錢 10萬塊 10萬塊那時候很大 對 很大 李太太你那時候 為什麼會想要買這一顆 那你在那個珠寶店 看的時候有沒有一顆 一整顆 我記得以前的貴太太的話 也很喜歡帶那一顆 很大一顆這樣子 是 比較有氣勢 你那時候會不會 還是說那時候年紀 比較輕一點 那時候年紀太輕了 只想說它很漂亮 所以你就是特別選這樣 因為那個比較秀氣 那時候年紀比較輕一點 是… 那個很大顆 那種小姐帶那個 好像也不太適合對不對 而且聽說李太太 以前很多人追 是 他很漂亮 有沒有人送你那個鑽石 沒有 都直接送房子 房子是… 真的 真的… 真的假的 老公吃醋了 是不是你送的 不是 他好老實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沒關係 送誰 那個以前有多少人送他 都要覺得開心 因為現在都變你的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珍珠的一個戒指 買入價格是買在10萬塊 您自己估呢 15萬 估15萬了 是 好 我們希望那個李小姐呢 李太太能夠賺錢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珍珠的一個戒指 目前上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建價 6千元 怎麼會變少 為什麼差那麼多 真的很抱歉 他那個有四季款 他旁邊那個鑽呢 旁邊鑽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那麼這一件呢 中間珍珠是真的 那麼我就珍珠部分 做了這個顧價 那麼珍珠部分總共有17顆 那我算了一下 一顆大概三四百塊 所以大概價值 大概在6千塊左右 是 小珍珠 所以那時候買10萬塊是 是… 我個人認為是偏高的 太貴了 那只有30年前 以前的10萬塊很大元 很值 不過你當中 我覺得錢來後快 起床也快 因為那時候的話 就不覺得把錢當一回事 不好意思 那時候買的可能會稍微高 對,稍微高 但是其實不重要 因為這些都是成年往事 但是這些東西 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 應該要好好把它收藏住 因為那是一個人生的過程 然後那是人生的一個故事 對… 而且今天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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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